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总想要偷懒呢? 今天就来跟你讨论 如何克服这种偷懒的心情 第一个就是要作息要正常 人每天这个作息 早上几点起床 晚上几点睡觉 你一定要维持稳定的作息 你才有好的精神跟砥研 才要有办法克服这种懒散的症状 心情也会是比较正向 第二个就是记录分心 你必须拿一个本子 去记下来 你所有导致你分心的时段啊原因 把它记下来 你就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分析 去理解为什么你会分心去做这些事情 有哪些一直挂在你的心上 用这样的去分析之后呢 能够帮助你去自我检视 自我监督 再来我们看下一个就是单一的目标 我们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目标 想要进行 但实际上一个都做不到 那这样子的话也没有用 我还不如就今天就读这三章 就读这一个单元 这样是比较好 接下来是第四个 保持进步 每天只要进步一点点 螺丝不要一次转到后 而是每一天都转一点点 这样可以帮助你慢慢的转进你的螺丝 慢慢的进入这个学习的节奏 第五个 种一棵树 你有没有看番茄时钟前一阵子 大家非常的轰动 其实也有一个APP叫做专注森林 你可以在那个APP呢 种一棵树 种了一棵树以后的30分钟 你都不能拿起你的手机来做其他的事情 画面必须停在那里 我的这棵树就会枯萎 树越多代表你专注的时间越多 也就是你偷懒的时间越少 下一个设定时限 如果说你发现你现在又分心了 这个时候你就设定一个闹钟 例如说我设定就休息10分钟之后 我就要进入专心 而且直接去学习读书的状态 不要再偷懒下去了 再来是奖励机制 你可以给你自己设定一些奖励机制 例如说你读完这一张 你就可以吃一个巧克力 比较容易陷入一个匮乏 断的循环这小机制呢 你可以设定多长的一个累积之后 可以自己换的一个大的奖励 例如说可以去约会可以出去玩 接下来就是书出的分享 每天读的东西找你的挚友 找你的另一半 找你的好朋友 每天就跟他分享你今天读到什么 你学习到什么 你所见所求所想 把它都分享出来 这也会帮助你的学习 而且呢你有一个出口 可以让你能够确定你的学习是否有效 接下来下一个同财机制 同财机制就是 我找一群朋友 真正很要好的 真正想要读书的 一起当成战友 一起去为同一个目标去努力 就像你要运动 找一个伴跟你每一个礼拜都去运动 你是不是比较容易持续下去啊 最后一个就是互利机制 找一个老师 找一个教练 陪伴你学习 然后指出你的错误 监督你的学习 帮你规划 帮你设计 帮你安排 然后呢 你给他一点费用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获得 更多的学习的 进度的一个维持 然后有一个良好的一个 互利的一个模式 以上呢 为什么我总想要偷懒 解决的十个方法 提供你参考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